女人追我一回事啊 还回事还没办法去走啊 阿姨你来啊 谁上来阿姨啊 我又追我老啊 对不起对不起姐 我做了刷菜汤我们一起吃吧 谁吃了就刷菜汤啊 那个姐房租可不可以再还我两天啊 两天 你给我把两关两天了 你跟这个手差了五天 没有拿钱 你往上出去 我这次 我这次真的 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阿姨真的你现在 两天两天 你已经说了几个两天了 你就不要给我 你马上出去 我给你跪下了阿姨 你现在让我出去 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不要给你做考虑啊 你做考虑啊 你还是要往 再过两天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不行不行 你马上回去 我不要给你 阿姨 阿姨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这个女生啊 她租我的房子 说两天两天 说拿给我 过了两半两天了 这个时候过了五天了 把一面拿给我 麻烦 没事了 没事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慢慢处理吧 你说这个房子我租给你了 我不租给她 我好好出去搬出去 你开一下我这个房子很宽的 所以十几个工人都出道笑的 好 我我等一下看好了 给你联系行吧 好 你这个女生往上滚出去 这个时候 你不要给你整口呢 阿姨 什么事情 我慢慢处理 你不要着急 哎呀这个女生啊 那有钱就不给你啊 就说两天两天 说了几个两天了 我不想 我还给我讲信用 我都不给你了 就不要他住了 哎 行吧 那那这样吧 我我等一下把房子看好了 我再跟你联系行吧 好吧 你这个女生马上给我搬出去 你再给我搬出去 我等你不开气 我这个时候我去打麻将叫马老板 你看这个房子 你给我联系哦 好行 姑娘你先起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哥你要看房子是吗 对的 你放心 我明天可就会搬走的 你先看吧 我不打扰你了 哎 等一下等一下姑娘 等一下 哎姑娘姑娘等一下姑娘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去上班大哥你有什么事吗 你上班的地方是在哪里啊 在那上面那个专场 这么远 你是想走路过去吗 对我平时都是走路的 哎 那这样吧 要不我送你 刚好我也要经经过那里 不用了大哥 我自己走路就可以了很快的 哎呀没事的 反正我也送路 走吧走吧我送你一趟 不是 我的鞋子很脏 我怕弄脏你的车 这个没关系的呀 嗯 反正我刚好也送路 就是顺带烧你一程 走吧 没事走 那 你要车费吗 哎呀我刚都说了 我送路这个肯定是不要车费的 您放心吧走 我送你一趟走吧 没关系 谢谢你啊 哎呀没关系走 走吧 慢点啊 慢点啊 哎上上吧 慢点 谢谢 谢谢你啊大哥 嗯不用谢 这里就是你上班的地方吗 对 哎呀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干这么重的活呀 也没有习惯了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那大哥今天就谢谢你了 我先去上班了 呃你等一下 我能不能跟你去你上班的地方去看一看呀 那有很多灰了大哥 会弄脏你的衣服的 哎呀这个没关系 看方不方便吗 方便的话这个无所谓的 方是方便 走吧那走吧 方便的话 你带个路 哎江辉你正直的啊 我现在上班 什么 你现在才来上班 你干嘛去啊 我刚刚没件事 耽搁了 什么事啊 嗯 没什么小事 小事 小事就是你现在上班的理由吗 你看现在几点了 天都要黑了才来 对不起 对不起王哥 我以后再也不会知道了 以后你还想以后 对不起 对不起我用吗 你不用来了你走吧 不是 王哥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你不要 对我 我不好 对你来说重要关我什么事啊 要不是看你可怜谁要你啊 你现在还天亮黑了你才来 你说你有什么用啊 自己走走走走走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个工作的 王哥你不要 不要赶我走 你又没在工作管我什么事啊 啊 要都像你这样 我错了 怎么管你啊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知道了 没有以后了你自己走吧 对 嗯 那 那我的工资又算给我吗 工资 嗯 什么工资啊 我前面做了四天 你不是说一天200 总共发败吗 我是说了一天200啊 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做满一个月才有 你做了四天哪有工资啊 而且你这几天吃饭不要钱吗 要不你不是说是包吃的吗 包吃包吃你做满一个月才有啊 你做这几天放前面没震到 而且你就迟到 要都像你这样我这个怎么管你啊 我哥这样我让他把这个厂看着我怎么给我哥交代 是不是 你自己走走走走走 但是你这个工资 你一定要算给我 我要拿出交房租的 我真求你了老板 我求求你了 你你你你别你别拉住我你别拉住我你先放我先放 我先放 算了算了算了你你你别这你别这你明天拿财富你四百块钱自己走吧 不是八百吗老板 八百 嗯你还想要八百 就是吧你要叫不要拉倒 我要 我要 你要就明天自己来你 嗯 你还在这干嘛呀 哎 兄弟 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凶啊 凶 我要不是看他可怜 我要他干嘛 他在那里面干什么 可怜 可怜是什么意思呀 现在这些女孩不知道怎么的 这些小女孩 他跑到大山里面来 他说找他男朋友 这山里哪有什么男朋友嘛 要不是看他可怜没地方住 身上又没什么钱 我收留他几天他都不知道在那流浪了 嗯原来是这样呀 你是谁呀 我我我是他朋友 你是他朋友对 你赶紧把他带走吧他朋友 姑娘你没事吧你怎么了 我听说你是过来找你朋友的 没有找到吗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你放心我没有恶意 我的意思是 我在这里的朋友也挺多的 可能我会帮助到你 他叫李子河 我明明听别人说的是他就在这边 可是我已经在这里找了他很久很久 都没有找到 我打算做个房子继续去找他 然后那个房东阿姨 他一直一直的跟我要房子 我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我只要在川上里面上班 这是哥哥川上的那个老板 还有哥哥我的公子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事的姑娘你先别哭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样吧 我这里还有一点现金 你先拿着 就不值 完了大哥 没事拿着呀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不瞒你说 一看见你 我就想起了我的妹妹 我和我的妹妹从小也是在农村里面 哭过来的 所以我挺理解你的 我也知道你的感受 这个钱你无必要拿下 你拿着 拿着吧拿着吧 没事的姑娘 你拿着 那 那大哥 这五百块钱 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我一定会从车管给你 也是拿着 你看你过来找你的朋友 到现在还没找到 你也是要生活的拿着拿着 够了大哥谢谢你 你先别哭 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 你看这个天已经开始在下雨了 走吧我先送你回去 不然等一下都淋湿完了 没事大哥 没事走 我的鞋子很脏 我弄在你的车子 真的不用了 我待会自己再回去 我那个车本身血已经挺脏的了 走吧没事的走 走吧不用客气走走 我扶你慢点 走吧 谢谢你大哥 这么客气走吧 大哥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坐一会吧 我马上去给你煮饭 煮饭呀 对我饭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事我就先下去了 怎么能这样呢 你大老爷送我过来 饭也不吃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你等我一下 来大哥 好谢谢 没事 真的太麻烦你了 这么大老爷送我回来 没事小事情 这个水好甜啊 我身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这个 说自己的话 是我妈妈小时候留给我的 嗯 就先放在你那里吧 哎呀不用不用 你这个太贵重了 你还是你自己拿着吧 没事就先放在你那里 哎呀不行不行 你这个真的太贵重了 放在我这里 这样不好 我借的钱呢 大哥如果你不说个话 那你的钱我也不要了 好 你你就拿着吧拿着 听我的 今天真的 很谢谢你 那行吧 你再姑娘 那我就先下去了啊 这个手桌呢 我就暂时替你保管着 嗯 对了大哥 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我叫马家乐 你呢 我叫嘉威 嘉威 这个名字很好听 我记住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照顾好自己 嗯 好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